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喽咯 如果你們盡情想要找找底妝有哪些新鮮貨的話 今天影片的資訊剛好可以參考 因為露華濃推出了一個全新的 無懈可擊進化底妝系列 那這系列呢 它包含的品項其實還蠻齊全 像是粉底液啊遮瑕膏和蜜粉它都有 所以底妝該有的產品它都有 還蠻齊全 那這系列如果你們有在看一些 國外youtuber的分享 就會發現已經有很多人分享過 那評論大部分也都還蠻不錯 所以我在收到這些產品之前 我其實還蠻期待 那今天除了這些底妝新品的分享之外呢 還會加碼一款HD超誤感唇釉的分享 它出了四個新的顏色 所以近期露華濃推出的新品 都會在今天影片 用一邊上妝一邊分享心得的方式 跟你們分享我自己的使用感受 以及它的特性等等 好 播放之後 我們現在就先回到我素顏的狀態 先從底妝的部分開始來分享吧 首先呢 要使用的是露華濃的 無屑可擊淨化粉底液 好 那我們先回到素顏的狀態 這系列粉底呢 一共推出了四種色號 這四個色號我覺得 都還蠻自然使用的 比如說自然色啊 中間膚色 稍微偏白 偏膚色 偏黃色調都有 都算是實用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那種比較健康的肌膚 或是那種小麥肌 古銅肌的話 我覺得這系列就比較難找到適合的顏色 那再來是包裝的部分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包裝的 因為一般粉底液可能都會用玻璃平生 或是塑膠平生 那種比較硬殼的包裝 那我覺得你在攜帶上面啊 就會比較擔心碰撞的問題 但是它是採用這種像牙膏式的設計 讓你們進去看一下 它是這種軟管狀的包裝設計 所以整個拿起來是還蠻輕巧的 不太會有過多的重量啊 或者是擔心碰撞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包裝其實還蠻方便外出攜帶 就比較不會佔空間 也不用擔心不小心摔破了 它的取用方式呢 將瓶蓋打開之後 會有一個按壓的頭在這個地方 這樣你們看一下質地 它質地偏奶霜狀 乍看之下會覺得好像比較有存在感 但其實它推開之後延展性是還不錯的 不會覺得太濃稠卡皮膚 或是不太好推圓 那我現在手臂上面示範四種色號的刷色 我自己是130和200都可以使用 想要稍微亮一點點就用130 那比較自然的話就用200 或是把這兩個色號調和使用也是可以的 好那操作之前呢 現在更新我最近的膚礦 我最近膚礦其實算是蠻穩定的 有沒有 就沒有平常很容易過敏 長的那種小紅疹還是發生的問題 算是穩定 那我皮膚現在看起來乾亮 是因為我剛做完妝淺保養 所以光澤會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我的膚質是混性偏乾的皮膚 這邊跟這邊都是乾的 然後這邊會有點小出油 也比較容易有一些毛孔跟粉刺的問題 那在一些膚色上面的話就是 有一些膚色不均要暗沉 像這邊比較暗沉 還有下巴兩側這個地方 因為我這邊血管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暗 然後以及它眼圈的部分 就最近膚礦其實蠻穩定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今天在上妝的部分呢 我會採用左右臉使用不同的上妝方式 左臉我會用刷具 那右臉會用粉撲 那現在我們就先來進左臉的上妝 那我現在用的色號呢 是130這個色號 因為這款粉底啊 你稍微給它一點時間吃妝之後 它的粉底顏色會更貼近 貼合你的膚色 所以我就可以稍微選 比自己膚色亮個半階左右的色號是OK的 好 再來就開始上妝 其實我用的量沒有很多 包包上妝就可以了 因為它的遮瑕度其實算是還不錯 所以用量不需要太多 然後呢可以用按壓的方式 稍微的把底妝給壓進去 好 這樣子左臉就完成了 然後我用粉底的量完全沒有追加 就除了額頭這一塊 一剛開始沒有壓到粉底之外 有追加一點點 其它臉頰這個地方都只有用那一些 你看它的遮瑕度是還不錯的 有沒有 目前這樣看起來我左臉的膚色是很平均的 像眼睛這邊的暗沉啊 還是嘴角這邊的暗沉 都有被修飾到妝上的程度 所以它的遮瑕效果其實是還不錯的 但是它不會太過厚重 讓你覺得面具感還是妝感很厚的感覺 它其實還是可以稍微保留一點點你皮膚的質感 跟那種光澤的效果 所以它的遮瑕之一 我覺得它的妝感是自然的 現在你們看一下上妝前後的差別 現在左臉是使用完粉底的狀態 整個膚色變得很平均 然後不會有那種暗沉的感覺 那右臉是上妝前 就是很明顯可以看到一些泛黃 然後蠟黃暗沉的部分 膚色比較不平均 所以它的遮瑕效果真的還不錯 比較自然 但是你就可以感受到它有遮瑕那種效果 有沒有 像這個樣子 那現在左臉呢 我就用粉撲來上妝 跟左臉一樣 平均的先把它點在你的臉頰上面 然後額頭呢也沾一點點 先把它沾上去 好 再來我們就用粉撲來上妝 因為粉撲它會稍微吸附掉一點粉底 所以用粉撲上妝 妝感會稍微再更清透 自然一點點 好 那這樣子右臉也完妝了 看得出差別嗎 這邊的遮瑕度比較明顯 低了一點點 這邊遮瑕度比較完整 因為用粉撲它會吸附掉粉底 所以它會再降低它的遮瑕度 這邊的遮瑕度就差不多中等 中等而已 因為你看我全國這邊的斑點 這個地方 還是透的出來對不對 但是左臉這個地方 很明顯那種淺核色的小斑點 就不會那麼明顯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要讓遮瑕度明顯一點 你就用刷具 然後如果你想要省時間 或是比較追求薄透的妝感 那就用粉撲 兩邊的妝感其實是稍微有點差異的 像這樣子 然後你們看我手臂上面還留下這麼多分離 或者按壓一下而已 所以它的用量其實真的不用很多 就可以達到還不錯的遮瑕效果 好那我們現在進去看它的妝感 它的妝感其實是稍微偏霧的 我現在臉上光澤會比較明顯的原因 是因為我剛做完妝前保養 還有一些防曬的成分等等 所以整個底妝光澤 你會覺得好像是奶油肌的感覺 但其實不是 它的光澤是比較偏 你本身皮膚那種質感 稍微偏霧 但是又不會過霧 讓你的皮膚反而很顯乾 很顯乾的那種感覺 等一下等它的底妝吸收之後 我再更新一下底妝它的光澤 然後目前這樣看起來 我們剛剛已經有分享過它的遮瑕度十款 很不錯的底妝 再來像針對我這種過敏型的黑眼圈 像這邊用粉底刷上妝 遮瑕度也差不多有中間的程度 有沒有 那這邊用粉撲上妝 我覺得那個陰影紫色的印子 就會稍微比較明顯一點點 當然是可以透過局部去疊加它的遮瑕產品 讓你的遮瑕程度會比較完整一點點 雖然說我現在臉上還是因為保養品 還沒有完全吸收的光澤 但還是可以看得出來我的鼻頭 因為會長粉刺嘛 所以毛孔比較大 還有我的鼻翼兩側這邊毛孔比較大一點 目前這樣看起來 不會覺得毛孔很明顯 有沒有 沒有那種坑坑洞洞的感覺 所以它還是有一點點修飾毛孔的作用 它不完全是甜品喔 它沒有完全甜品 因為我這麼近還是可以看到我這邊有毛孔 但它就是稍微有一點柔焦物化的感覺 也是走比較自然的路線啦 那整體而言這個底妝 它的質感 其實是走比較自然的 就不會讓你的皮膚失真 它在遮瑕之餘還是可以保留你皮膚的質感 所以就算這麼近看 你可以感覺到你皮膚的一些瑕疵有被修飾到 但是又不會覺得皮膚好像 那種妝感太過厚重 沒有皮膚的那種真實感 所以它在遮瑕之餘 我覺得它保留皮膚的質感 那種效果是很不錯的 再來是無懈可擊淨化遮瑕膏 它這個遮瑕膏的外型 其實就是縮小版的粉底液 你看這是粉底液 這是遮瑕膏 有沒有 這是在更瘦小版本的 瘦瘦窄窄窄的 也不太會佔空間 那遮瑕膏呢 它推出了三種顏色 分別是005、010和015 就是自然色、中間色和白漆色都有 你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瑕疵需求來調配顏色 因為通常遮瑕這種東西 不是單單透過一個顏色就可以改善 你可能需要先用比較深色去做一個底部的打底 然後再用比較亮色去做體量 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色號來做調配 那我自己的話呢 是用015加上010比較多 我先刷在手上讓你看它的質地 遮瑕膏它是這種絨毛材質的刷頭 那我覺得小小的刷頭 針對眼下的小小度是還不錯使用的 那質地呢 比起粉底液來的更加水感一點點 我手背上面示範的就是三種色號的遮瑕膏 現在呢 我們先針對左臉的瑕疵來加強 像我的黑眼圈 這個地方還是可以稍微看出一點點那種 比較紫色的印子 還有臉頰這邊有一點微微的小斑點 暗唇周這個暗唇的地方 我們稍微來加強 那我先用015的遮瑕膏 就是最深色最藍色的 來做一個搭底 你看這種小小的角度其實還蠻好使用 好量不用太多 然後再點夾這邊 再去做一點點加強 然後再叫這個小小的暗唇 然後呢搭配沾濕的粉撲 然後呢搭配沾濕的粉撲 然後這小膏給壓開 輕輕的用拍的就好喔 然後它眼圈下面就是陰影最深的地方 我們再用010做提亮的動作 然後臉頰這邊也補一點點 好那現在左臉已經完成整個遮瑕的部分了 有沒有 你可以透過少量但是不同的顏色去做調配 達到足夠的遮瑕效果 這樣用量就不會太多 也不用擔心那種小角度啊 或是這種比較乾燥部分會卡粉的問題 像這樣子 比較完整的遮瑕度 那右臉呢是只有剛剛使用粉底 看能說差別嗎 就右臉在眼頰 臉頰的這個地方 以及眼色的這個地方 還是有一點很花花的 那種斑駁的感覺 就我的小斑點 黑眼圈的部分 那右臉在眼下的倒三角形這一塊 就來得完整很多 有沒有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有比較深的黑眼圈 你可以在上完粉底之後呢 針對局部再進行遮瑕 這樣不僅你在粉底的用量不會太多 我可以保留比較自然的妝感 然後你可以針對這些局部去進行遮瑕 這樣你整個底妝看起來就會很完整 不會覺得 滑滑的 或是不夠乾淨的感覺 那右臉的話 就是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有些地方 是可以再加強它的遮瑕度的 像那個樣子 好那麼放那麼近 再來看一次遮瑕度的部分 這邊比較左一點 然後這邊下面還是可以看到一點點印紫 有沒有 那質地的部分呢 我覺得這款很遮瑕膏 它的質地算是還蠻容易清清的 因為我眼下這邊是偏乾的 尤其是眼頭下面這塊最乾 然後慢慢就是往眼後這個地方 有些比較深的紋路 那目前這樣子搭配遮瑕膏齒來呢 在我眼頭下面這邊 很多小乾紋這邊 看起來是沒有太過明顯卡粉 或是粉屑陷下去的痕跡 所以質地算是有過關 但是我自己有發現過 就如果我眼周這邊 沒有好好的保養啊 或是又過敏比較乾燥的話 它就比較容易產生一些卡粉的痕跡 所以眼周這一部分要稍微加強保養 保養之後再來使用這個遮瑕膏 會達到比較好的服貼效果 也可以漲低乾燥卡粉的清洗 好那這樣子粉底跟遮瑕膏的部分 就都完成了 沒有素顏的時候那種暗沉 跟膚色不菌的問題了對不對 那這款遮瑕膏呢 老實說它的色號選擇比較少 它都這三個顏色 而且色號都算是偏淺的色號 有沒有這種中間色調跟中間偏淺 所以如果你是健康肌或是小麥肌 老實講 在這系列裡面 我覺得比較難找到適合使用的顏色 所以就有點小小的可惜 那質地的部分呢 我覺得以質地來說算是還蠻容易清淨 因為它不是那種很黏稠的質地 它也是那種比較奶霜的質地 所以你針對眼下這種比較乾燥的地方 還是你的鼻翼啊 或是嘴角這種比較乾的地方 它不會太難推 也不會說你一抹上去它就乾掉 陷在你的紋路裡面 所以質地的部分我個人是還蠻喜歡 我覺得是很容易操控 你要搭配那種遮瑕刷 或者是粉撲物來進行遮瑕 都是可以的 整體而言 我覺得這款遮瑕膏 其實用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毛病 就是中規中矩 但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的眼下這邊 比較乾或是紋路比較深 你沒有好好去針對眼周路包養 你用這款遮瑕膏 它就比較容易產生一些乾燥跟卡粉的情形 所以這一點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再來定妝要使用的是 無懈可及淨化蜜粉 無懈可及這系列還有出蜜粉 這樣圓圓的一貫 所以如果你有比較習慣做定妝的話 它也是有蜜粉可以做搭配的 那像我自己的話呢 因為我的臉其實是偏乾的 所以我在定妝都是針對局部去定妝 比如說我的眼周要上妝嘛 我就會去這邊做定妝 或者是我的鼻子啊容易出油 跟鼻液兩側毛孔比較大 比較容易脫妝 我就會針對這種局部去定妝 然後其他就是保留粉底液的質感 這樣你也不用擔心說全臉定妝 會不會讓你的皮膚看起來更乾燥 或是讓你那種底妝的光澤就不見那種感覺 所以我個人是習慣局部定妝 那他們家的無懈可及底妝系列啊 有一個優點就是它都是沒有添加香料的 所以它聞起來沒有味道 包括剛剛分享的遮瑕膏和粉底液都是沒有味道 所以如果你個人很排斥那種香精味 我覺得這系列的味道應該算是還蠻令人安心的 真的沒有味道 這款蜜粉它一共有兩種色號 色調上面不太一樣喔 分別是淺膚色和裸膚色 那我這次收到的是001的淺膚色 這款蜜粉啊 乍看之下包裝好像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就是跟一般的罐裝蜜粉一樣 但它有一個設計我很喜歡 我打開給你們看 打開之後也跟一般的罐裝蜜粉差不多嘛 就是上面有這個洞洞 可是我現在摸這個洞洞啊 它不是直接凹陷進去的喔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你去搖晃這個蜜粉罐 你看它的粉不會灑出來 因為它這邊做了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從邊邊這邊啊 可以看到有一個小小的把手 你把它往上推 這個透明的蓋子就可以打開 然後下面這一層 才是有洞洞的地方 所以當你不使用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蓋子蓋回去 這樣粉就不會灑出來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很貼心的 好那再來呢 我們就先針對眼下這個地方來做定妝 可以搭配一個比較小一點圓圓的刷子 以滾動的方式來做眼下的定妝 還有上眼皮 接下來呢 針對我的鼻頭跟鼻翼兩側毛孔比較大的地方做定妝 因為再壓一點蜜粉上去 也可以讓收拾毛孔的效果更明顯 用量也不用太多 就這樣輕輕的薄拍上去刷 不要刷喔 因為刷的話可能會產生刷痕 所以就是輕輕的 把蜜粉給壓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你們看 這一塊的光澤就降低了 有沒有 剛剛還是有點光澤 那現在壓上蜜粉之後 就會變得比較霧一點點 然後下巴比較容易搓油 可以壓一點蜜粉就定妝 這樣子定妝就完成了 你看它粉感其實不會很厚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定妝之後的部分 尤其是眼下這個地方 最擔心用一些粉妝產品都會卡粉 那目前這樣子看起來沒有什麼太過明顯卡粉的痕跡 而且它整個粉體算是蠻輕薄的 有沒有不會覺得這一塊有很明顯的厚粉感 還是那種粗粗的顆粒直接陷在你這邊細微的感覺 所以它粉體是還蠻輕透的 然後右邊是還沒有定妝的 你看 有效果 沒有差很多對不對 就不會覺得這邊好像變得特別乾的感覺 這邊是使用過蜜粉來做化毛孔的效果之後 右邊是定妝之前 你看這邊那種毛孔的感覺 就會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這個地方 有沒有 就有點凍凍 然後鼻透這邊有點凍凍 那你稍微壓一點薄薄的粉就可以了 壓上去之後這邊就會變得平滑很多 所以這款蜜粉它本質算是還蠻輕薄細膩的 你用在眼下這種乾燥的地方 也不用擔心它一下就陷下去你的紋路 變得乾乾一條一條的感覺 所以粉質算是還蠻薄透的 我覺得定妝起來效果也是很自然的 即便你用在全臉定妝 它也不會產生那種太過的厚粉感 還是泛白的效果 所以定妝出來的效果我覺得也是 偏自然 就是都可以 我覺得這系列底妝的優點 就是它都可以在遮瑕定妝之餘 還去適度保留你皮膚原本該有那種質感 所以整個妝感保留下來也都是偏自然的效果 但是這款蜜粉啊有一個個 不是一個個 有一個小小的可能會因為使用習慣不同 覺得不太方便的地方 就是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它裡面是沒有附粉撲的 它就是這樣子一個罐罐 所以如果你習慣使用粉撲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有一點不太方便 或是如果你要外出攜帶使用的話 出國攜帶你可能就要另外搭配刷具啦 或是你要去找適合 就是大小適合的粉撲放在這個裡面 所以可能會因為使用習慣 效果有點不同 覺得 就是有一點點小小的美中不足 但不是太大的問題啦 最後要分享的是 露華濃的HD超霧感唇釉喔 再來這個HD超霧感唇釉 他們推出了四個新的色號 那這四個色號我覺得都還蠻可愛 它有那種很春天的櫻花粉色 有很夏天的日落蜜桃色 使用的豆沙玫瑰色 還是很特別的那種辣椒米合色 都有 所以這四個調色我覺得都各有特色啦 那這系列呢 它的質地跟發色都算是比較濃郁一點 我先刷色讓你們看好了 那它是這種乳霜狀的質地嘛 所以它是那種半濕潤半乾燥的狀態 這種質地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會比較有創造性一點點 所以呢 你可以在它還沒有乾燥之前呢 透過你的指腹或是棉花棒去做一些暈染啊 或是護唇妝的動作 然後你也可以透過不同的顏色去做疊擦 創造那種雙色唇的感覺 所以它那種多元性會比較高一點點 你可以薄擦變成這樣薄透薄透的 也可以疊擦變得比較濃郁一點點 那這款唇釉啊 它的發色就是那種很高的發色 很濃 所以像我剛剛有示範 即便我唇周有暗沉 然後你用比較淺的絲號 也是可以完全覆蓋過去的 就算你的唇色比較深 也是可以獲得一個很飽滿的遮蓋唇色效果 那他們家的這個唇釉啊 都一個特性 有人覺得是缺點 就是它有一股很濃的 香草奶昔的味道 如果你有買過他們家這種包裝的唇釉 就會知道那個味道 有些人還蠻排斥那個味道 但味道見仁見智啦 所以也不一定 不一定不好 也許有些人很喜歡這個味道 但是它的味道還蠻濃郁的 如果你對味道比較敏感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可以去開架試用看看 先去試聞看看會比較保險一點點 那這款唇釉在質色度的部分 它不是特別訴求超質色 或是會防轉移那種質地 所以你進食喝東西 它一定會轉移一定會掉色 那相對來說 有好有壞嘛 如果要講好處的話 就是它其實還蠻容易卸出的 你用一般的卸妝精進 會把它卸得很乾淨 不用擔心色素沉澱的問題 但是這款唇釉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會比較挑唇部狀況使用 因為它是超污感唇釉 所以像我最近唇部狀況比較乾燥 我覺得這款唇釉 如果我沒有先做一些唇部打底的動作 就直接使用它用起來會比較乾燥 然後會比較顯唇紋 甚至比較嚴重的時候 嘴角這邊會有一些小屑屑的情形 所以我覺得會比較挑唇部狀況 如果唇部狀況比較乾燥的話 建議搭配一些唇部打底的產品 再來使用 整個妝感才會比較平整 然後你也不會覺得那種乾燥感 那麼明顯的感覺 好那最後我們來更新整個底妝的狀態 你看它完全吃進去之後呢 那種霧的感覺變得更明顯了 然後它是很貼的皮膚的喔 這款底妝有一點我很喜歡 就是它不會走山 有一些底妝你上去會覺得它光澤好像很漂亮 但是當你一去脫塞 或是稍微碰一下 它底妝就整片不見了 就消失的粉底 但是這一款你看 它完全不會不見 它就是很緊密的服貼在你皮膚上面的感覺 所以可能你在做一些很自然 生活上面的動作的時候 也不用擔心你的底妝不見 我覺得它服貼皮膚這一點的效果是真的很好 有沒有 怎麼很貼的皮膚的效果 然後它更失妝之後 你會發現那種皮膚紋理的效果變得更自然了 就是在修飾膚色跟修飾膚質之餘 它不會太過失真 就是不夠自然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整個的妝感是很漂亮 很吃進去 很像你原本皮膚 但是又更漂亮那種感覺 好 終於都分享完了 最後來總結 這款露華濃的無懈可及底妝系列 整個系列使用下來 我覺得給人的感覺是一種很樸實的感覺 它不是走那種超級華麗的路線 就不是那種你一上妝你就覺得 哇塞 它光澤怎麼會那麼漂亮 怎麼那麼水 不是 它不是走那種花俏的路線 它是走很樸實 但是會讓你原本的質感 又變得更好的那種效果 那相對來說 它整個妝感我覺得也是很自然的 不會有太過厚重的粉感 那除了妝感自然這一點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優點 甚至優點 所以它這系列的價錢 其實都算是滿親民的 像最貴的應該是粉底液吧 粉底液我收到的資料上面 它的定價是350元 然後其他都是300元 所以在價格的部分 我覺得都是很親民的 那在試用膚質的部分呢 雖然說我今天不是拍底妝實測 我是拍整個新品的使用 跟分享心得這樣 但是我試用這款粉底 也滿長一段時間的 我觀察發現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膚況是比較複雜的 混合性天乾皮膚有乾油油嘛 所以就剛好兩種膚質都可以觀察到 在油肌的部分呢 就是我這邊會出油 我發現它在出油之後 底妝也不會整個浮起來 或是陷下去毛孔 變得很斑駁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對於油這一點 是有不錯的耐受力的 那乾的部分呢 就是我額頭跟兩頰 兩側這個地方會比較乾 我覺得在乾的部分 就稍微要注意妝前保濕 因為我有一次在趕著上妝 然後我妝前保濕 就隨便擦一擦 我就趕快上妝 然後我發現我那天的持妝度 就沒有平常來得那麼好 就待妝時間一拉長 可能這邊就會產生一些斑駁的痕跡 我這邊紋路比較深嘛 然後這邊也比較容易產生 那些乾燥卡粉的情形 所以妝前保濕一定要加強 如果你是超級偏乾肌的話 但是整體而言 我覺得這系列底妝 並沒有太挑膚質 它不是那種很極端性 只適合某一種膚質的粉底 所以我覺得 對於膚質的選擇來說 也是蠻友善 不管你是中性肌 偏油肌還是偏乾肌 都是可以試用的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露華農新品 邊上妝邊分享的影片 如果對它們有興趣 也可以去開架試用 看一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妹給我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